为什么现在拍金庸剧这么难 现在的金庸剧早已经从剧情剧变成了情怀剧 以前金庸剧好看 是因为大多数人没看过武侠小说 都不知道剧情 所以乔峰死的时候大家惊茶流泪 好好的英雄说没就没 小龙女遇到影制品的时候 大家垂胸顿足 好好的心花被折断 但现在在看金庸剧 谁不知道乔峰会死 谁不知道小龙女的遭遇 谁不知道郭景豪荣会变成神仙眷侣 虽然剧情还在演 但是观众早就知道最后会生几个孩子了 而金庸剧的翻拍 薛奥德只是对细节的改变 虽然现在的编剧没有这个功率 翻拍的各个不接